在这人世间,有着千种万种的夫妻关系,在生活里的挫折和是非也包括在其中,而血缘关系最为浓密的亲子关系,也是需要双方仔细清心呵护的,在我们的身边,总会听见一些女性在抱怨她们自己的丈夫,有的女生抱怨自己的丈夫,不讲卫生,懒惰等等,总是因为一些小事情而使整个家庭的氛围非常的凝重。 当然,有一些男性就会抱怨她们的妻子脾气非常暴躁,而且还啰嗦,尽管她们之间总是抱怨和嫌弃,但在她们共同面对孩子的时候,她们又能够一起尽心尽力地给这个孩子创造一个更好的家庭条件。 在佛教当中,说一个家庭充满着幸福感,那么这个家庭的人也会充满着福报和功德,因为在佛教里,家庭是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场所,并且也是一个人福气的最基本来源,都说夫妇本是前缘,而女人是素宅。 那么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修佛的人怎么说,传承国学精华,启迪智慧人生,欢迎订阅国学天地。 夫妻是缘,无缘不惧。 夫妻是缘,无缘不惧这句话,体现了佛教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解和阐述。 佛教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相遇和相知都是因缘际会的结果,而夫妻之间的缘分更是经历了数世的因果轮回和情感积累,才得以修得。 因此,佛教倡导人们珍惜夫妻之间的缘分,真是这份来之不易的福源。 佛教的因缘观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由因缘和合而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 在佛教看来,夫妻关系是世间最为亲密的关系之一,需要经过累世的修行和积累,才能修得。 佛教认为,夫妻之间的缘分是非常珍贵和不易的,如果能够结为夫妻。 都是两个人经历了数世的因果轮回和情感积累,才得以实现的。 佛教对于夫妻关系的处理,主张和谐,包容和理解。 在佛教的《欲依女经》中,就有这样的描述,上等的夫妻关系应该是互相欣赏,而中等的是互相理解,最下等的夫妻关系则是互相包容。 这表明,佛教认为,夫妻之间应该以欣赏、理解和包容的态度来相处,才能使夫妻关系更加和谐,更加持久。 在佛教看来,离婚是对夫妻缘分的破坏,是不被提倡的,佛教主张人们真是夫妻之间的缘分。 尽可能地去维护和改善夫妻关系,使夫妻关系更加和谐,更加美满。 因此,佛教对于夫妻关系的处理,是主张和谐、包容和理解的,而不是轻易的离婚。 总的来说,佛教对于夫妻关系的理解和阐述,体现了其对于人际关系的深刻洞察和智慧。 佛教的因缘关和夫妻关系关,为我们处理夫妻关系,提供了有益的指导和启示,那就是要珍惜夫妻之间的缘分,珍视这份来之不易的复原,以和谐、包容和理解的态度来相处,使夫妻关系更加和谐,更加美满。 如果喜欢这个频道,记得要订阅它,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的内容了,接着往下看吧。 儿女是债,无债不还。 儿女是债,无债不来这句话在佛教中有着深刻的含义,它传达了佛教对于生命轮回的理解,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而微妙的,其中包括了债务和回报的观念。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句话也可以被理解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因果关系,父母对子女的付出,其实是在偿还过去式的债务。 在佛教中,人们相信生命是轮回的,每一次的生命都是在前一次生命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而每一次的生命都会与他人产生各种各样的关系,如亲友、师生、雇主雇员等,这些关系都会产生债务和回报。 因此,佛教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债务和回报的不断循环。 对于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佛教认为,子女是父母的前世所欠下的债务,这一世作为子女,他们需要接受父母的养育和照顾,这是父母在偿还过去的债务。 同时,子女在长大成人后,也会反过来回报父母,这也是他们在偿还过去式的债务。 佛陀也告诫为人父母者,应该教育孩子,培养感恩,接受,忍耐,礼貌和勤劳等美德,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信仰。 因为,养育一个孩子,使他长大成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也符合了佛法里所说的儿女是债,无债不来的道理。 总的来说,儿女是债,无债不来这句话,揭示了生命轮回中债务和回报的循环,以及父母与子女之间深厚的因果关系。 他提醒我们,应该珍惜与他人的每一段关系,无论是善缘还是恶缘,都是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是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人际关系之一,也是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和呵护的关系。 无论是夫妻之间的摩擦和纷争,还是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矛盾和磨合,我们都应该用佛教的智慧来处理和处理这些问题。 在佛教的因缘观看来,夫妻关系是由先前世的因果关系而产生的,我们之间的相遇和结合都是经历了数世的轮回和情感积累才得以实现的。 因此,我们应该珍惜这份夫妻缘分,尽力去欣赏、理解和包容对方,无论是对方的不讲卫生、懒惰或者脾气暴躁、啰嗦。 我们应该以宽容和爱心来对待,互相支持和鼓励,共同营造一个和谐、温暖的家庭环境。 同样,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债务循环的体现。 作为父母,我们曾经对孩子付出了无私的爱和关怀,这是在偿还前世欠下的债务。 作为子女,我们应该心存感恩,接受父母的养育和教育,并尽力回报他们的爱和付出。 同时,作为父母,我们也要教育孩子培养善良的品德和正面的价值观,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信仰,为他们的未来奠定坚实的基础。 佛教教导我们要真实人际关系,无论是夫妻之间的缘分,还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牵绊,都是我们前世行善或因果报应的体现。 我们要以和谐,包容和理解的态度来对待这些关系,通过相互尊重和支持,共同创造一个幸福和睦的家庭环境。 同时,我们要用佛教的智慧和修行,培养自己的慈悲心和智慧,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处理人际关系,成为他人福报和功德的源泉。 通过修行和实践,我们可以体验到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中的无尽的福慧。 我们要时刻牢记佛教的教会,以修福为主,以修行为基础,以和谐为目标,以家庭幸福为追求。 只有这样,在家庭中,我们才能享受到真正的幸福和满足我们的家庭,才能成为福报和功德的滋长之地。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关心、倾听、包容和理解来建立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 我们要培养感恩之心,珍惜与他人的缘分,尊重对方的个性和选择,互相支持和关心,共同成长和进步。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家庭中创造一个温馨和睦的氛围。 让爱与幸福在我们的生活中流淌。 儿女是父母的前世债务,这一世要来偿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惧怕或逃避。 相反,我们应该接受这个事实,用爱心和耐心去教育和引导他们,帮助他们成长,让他们成为我们生活的力量。 总的来说,修夫人认为,无论是前缘还是素债,都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都是我们修行的机会。 我们应该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以善良和爱心去处理,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这就是对于夫妇本是前缘,而女缘是素债这一主题的阐述。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如果有什么建议,就在下方留言吧。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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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